各位老師好 來看一下 威力導演裝起來的時候 這邊會有兩個 威力導演17 六四微圓 那這邊是什麼 可以錄製螢幕畫面的 譬如說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電腦畫面錄下來 它也可以喔 它也可以喔 這個也可以把螢幕畫面錄下來 上這個過程 來 我們來先介紹威力導演17 開起來 裝起來在左邊上兩個 那其實在家裡 我建議你去給它跑這個 硬體加速 那現在我再做 就先 之後再說 那威力導演開起來 這邊有幾個模式 一 時間軸模式 第二個 腳本模式 第三個 換燈片 360 360要拿360攝影機拍的影片 才算數喔 這自動模式 那你把它打勾的話 以後就不會問你喔 一律進入時間軸模式 就進到這裡來 所以其實一開始 我倒不建議你打勾這個 那我們先來體驗一下 最簡單的 譬如說學校有個活動 所以我很快想把活動變成影片 最建議就是這個 什麼叫換燈片 就是圖片 那圖片需要很多啊 我今天一個運動會 一個家長日 我拍一些圖片嗎 對不對 所以點這個快速就可以 把圖片變成影片 OK嗎 來 等一下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個 這基本的模式 點進來喔 那再看上面這裡 16比9 現在都寬螢幕呢 你可以做4比3的 像我們螢幕從左邊那邊就是快螢幕啦 他說我想放4比3 那這邊呢 這邊有什麼 9比16 那就手機喔 實力式的喔 有看到嗎 預設是在這裡啦 那我們先不改沒關係 先不改沒關係 在這裡 那這傳統螢幕就比較方正 16比9 就比較扁 來 那細節就要再說 第一個先進這裡 換燈片編輯器 就進來喔 進來以後呢 我們看它的流程喔 這裡還有教學影片耶 那這個訓練科技的大公司 他的教學影片 也都放在YouTube 不過這種教學影片 是教個別功能啦 也許實務經驗稍微少了一些 不過還是可以參考啊 來 我們先插插吧 那有四個流程 第一個 你給我素材 第二個 選個樣式 音樂 第三個 看看效果 第四個就做完 所以步驟簡單說 一二三四就做完 就它的流程 好來 那我們要給它照片喔 從這裡 從這裡 我先把一個流程先講完好 給單張圖片從這裡 匯入個別檔案 匯入資料夾 那有什麼不一樣 我點一下給你看喔 當我點匯入圖片的時候呢 我是可以看到圖片的喔 Windows完全沒有任何圖片 所以呢 這個圖片裡面這個是我 我們電腦教室我放進去的 我覺得這樣上課比較順 來 我點這個 大嘴鳥就放這個 老師我全部要放耶 如果全部要放你就不是從這裡 你就要選這個 把那個資料夾裡面圖片全部交進來 所以點這裡 沒有囉 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它只跟你要資料夾而已 這裡面所有圖片都看不見 是全部都進來 當我選擇資料夾 就全部進來了 全部進來之後再瞄一下 來 接下來 1 給我圖片 2 樣式與音樂 喔 這他幫你準備的 這他幫你準備的 你在學校看的味道 恐怕會比我們學校少很多耶 因為一般資訊主廠只會裝主程式 很多素材這種範本都沒有 這裝要裝很久 第一個他或者他不太清楚 所以要把我裝完整版喔 來 這邊呢 現在假設我想用這個效果 再來選 要不要音樂 要 這邊可以選音樂 可以把你要音樂 把音樂加進來 你先聽一輪 先把一個概念 我們等一下再分段再來說 你先看一下這裡 好 我來選這個音樂 所以圖片在播的時候 是有音樂的喔 來 下一步就到這裡了 欸 就做完了耶 所以這其實強調什麼 5分鐘就做完了 對啊 有時候是一個成果報告 譬如說每年那個什麼 地震、防災、需要教影片 那東西只是交差 你真的認真做 我想告訴你 也沒有人要去看 全國3000多所學校 國中小 你認為承辦人會把每個學校打開來 看看你做怎麼樣 再給你打分數嗎 他就是要求你要教 你就教 用這來做5分鐘就搞定了 你了解嗎 所以你花太多時間進去 除非是你想放來學校首頁 或是給這樣 換這個好了 換拼貼的 再看看下一步 還是這首音樂喔 所以這強調什麼 5分鐘就搞定的意思 來 再播看看 這裡面我們剛剛就是素材的部分 所以它步驟很簡單 1、2、3、4 來 老師我覺得這個不錯 接下來就下一步 欸 我影片做完了 選哪一個啊 轉成MP4 輸出視訊就在這裡啦 輸出視訊就在這裡啦 大家說可以傳到檔案 其實建議是儲存在電腦 你再上傳到YouTuber YouTuber空間是免費的 不管什麼帳號 隨便你放 所以我點這裡喔 等一下會跳到這裡來 輸出的地方 那這個畫面就是微短的完整版 來 接下來一個重要的地方 點這裡 要選哪一個啊 看到MP4喔 一定要點這個喔 MP4是手機、平板、電腦 都可以順利播放的 然後呢 揮出資料夾這裡 要指定一下 來 我放在哪裡 我放在我的桌面好了 第一個作品叫A01- 可以打中文 那因為現在簡單的 接下來再來點開始 然後他就會把 剛剛的圖片跟音樂 整合成一段影片 所以這樣就可以交菜了 所以要強調什麼 5分鐘做完 你像一般的結婚典禮啊 不是有些新郎新娘嗎 看怎麼做呢 有些做得很棒 恐怕是新郎新娘 找朋友自己做 如果找婚紗公司 就做這樣而已 婚紗公司 你給我照片 然後呢 我把圖片秀秀音樂選一個 結束了 所以他5分鐘幫你做完了 收費5千 這樣就5千 就是知道不知道而已嘛 你對一般外面去 去外面 外面在公司 好像他沒有學過影片剪輯 要覺得 這樣看起來已經很不錯了 對啊也還OK啦 那不一定是這個軟體 很多軟體 可以做類似的功能 把圖片放進去 要選 就像PowerPoint的Slideshow 把音樂放進去 對啊 快做完了 快做完了 最後把它輸出成MP4 老師你現在聽的是一個完整的過程 我把它錄下來這個 做完了 做完以後呢 他會把這個影片放在這裡 回到編輯區 我們剛做完影片在這裡 有看到嗎 其實我剛放桌面 回到桌面上來看一下 A1 我剛儲存在桌面嗎 喔 在這裡 這裡 來播一下吧 快播就好了 看一下 我想仔細聽一下 我們才1分15秒 那首歌快4分鐘 都會自動幫你聲音裁切 而且會這種變小聲 你在播這一段聽看看 你看 你把聲音變小聲 這樣才不會很突兀 所以他該想的 就幫你想好了 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快速的剪影片 就使用這個